既然大家都接受到鄧麗欣 其實是否接受到呢 我記得有很多人在Facebook看 我記得有一個跟他合作過 做他的兒子 我不說誰 但我好像說過 他跟我說 不是啊 給你哥 他說阿B真是好人 真的跟我合作 不過他很想蠢 是嗎 Anyway 剛才那首歌有人說是威李祥 有人說是張偉文 證明我們有年輕的粉絲 那首歌是大熱的 不是普通歌 所以我少播 當然是中鎮圖 阿B唱 但是我跟大家說 大家真是厚度一些 你們可以說他是奶共B 什麼都可以 就真的不要叫人家綠母B 為什麼呢 男人最痛 當然啦 這些都過去了 他現在都生活得很幸福 有另外一個就是 什麼什麼 范姜 范姜 什麼什麼 范姜 和他的小孩都這麼大 他旺義 別提人家 就是什麼綠母B 綠母不快快 最能脫得快 好啦 阿楓水如在這裡 做什麼呢 今天呢 我實在想跟大家說 昨天大家應該留意到 昨晚 傍晚時間 經過了一天幾兩天 我講的是特朗普 基本上可以搞到最後一宗案 就是這個銀口稅案 就是這個閃口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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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大堆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移植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報導 或者是左派媒體不會報導 終於在紐約市的法院裏 由簡選陪審團都很神奇 一致裁定34項罪名全部成立 成為第一個被定刑事罪行的前總統 這件事是多不合程序 包括法官被人踢爆 原來她是特朗普的hater 她的女兒還在民主黨那裡 和民主黨現在籌幾千萬 其實只有這一點 就已經可以turn down這件事了 在審訊過程中 她竟然有權地做 但是打破了所有先例 比如說 先先 甚至不是由主控出來說 要控告特朗普什麼罪 然後特朗普的代表律師去辯護 是要他們自己出來說 究竟是這麼離譜 很多事情 譬如在事後有記者踢爆 原來那些陪審團是每天可以回家的 就不是說在酒店裡睡的 而且應該在法定上 法官一定要有一份 五十多頁的指示給陪審團 即是指示你們不應該什麼 不應該什麼 是基本的東西 而是沒有給陪審團 是沒有收過這些指示的 但是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家看到 包括眾議院司法部 那個小組 部長都說這個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壓 而最嚴重的是 特朗普在這宗案之前 我不知道 多謝民主黨 赤裸裸的政治打壓下 其實他的民望支持到 已經去到60多個巴仙 即是你要打壓他們 其實我們一直看 阿正 你有看 其實從來都是大約五十一二對五十 即是幾個百分點而已 一般的調查 但是已經去到60多個百分點支持率 這宗案宣布了之後 最新我看已經接近七成的支持率 而這宗案件 其實理論上是阻止不了特朗普做總統的 因為刑事罪行錯了 監裏做總統的 會不會去失去 他都可以去選的 其實只不過是想 總之繼續打壓他 也未必會坐 或者甚至判他 即是想到最糟糕 你不要想著應該不會這樣吧 1836年 他們會這樣 民民主黨會這樣 但是 我又覺得他們會比較敢判 我都會很開心 你看他之前有沒有這些問題 根本這件事無中生有到的 當然如果他政治打壓你的時候 決定計 現在我不說到這麼小 是去到2016年那宗所謂的五口廢案 現在就是說那件事 說特朗普把證人費 即是暗口費 進入了給律師的時候 當作是選舉開始 主要是這裡 但是連那個證人 幫他的律師 上去法庭上 法官都認為他是不誠實證人 連那個證人的律師都認為他是不誠實證人 即是不可信的 說話是一塊塊的 基本上是正常來講的 正常來講 現在布蘭姐是有個案子 特朗普當然很牙刷 在法院出來的 他還說 我之前只有5%的地方法院 竟然判我有罪 這是赤朗拉達 那些全部都是後話 之前跟他們有競選過 那個叫做 忘記說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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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現在這樣搞 沒辦法了 即共和黨那個 說是否我們要搞 搞回 其實下次已經不是亨特拜登的 可能是周拜登的 是不是要搞回奧巴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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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他們嘗到這個苦果呢 現在的問題是發展到這裡 這裡都可能有些不是特朗普 我都不是粉 甚至我都認為如果特朗普上台 究竟對我們香港人是好還是壞 其實都不知道的 但是純粹是看回一件事而已 即是現在呢 特朗普代表的那種保守派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不要說只是美國 就算是英國和共和黨過去 基本上呢 這些所謂進步派 真是沒有一份電 我只能這麼說 你看歐洲的經濟搞成怎樣 但是這些人似乎 已經去到這個位置 已經是歇斯底里 因為不是大哥 你死我亡 如果特朗普上台一搞的話 會真是死人問謀 這件事搞不到他 不是搞不到他 但是我是搞 就算當你判你坐牢 他不可以特捨他自己 因為這個不是聯邦的case 是州地方的case 但這件事搞不到他 第一 他那次要參選 第二就是就算是 判監的機會都很微 當然你要搞到他 他亂計 但是越搞到他 他就越贏了 現在的焦點我不是在這裏 現在的焦點 我經常是擔心 你現在如果選到他的話 這班這樣的阻罪 美國現在的那班領導群 包括這個 不知道有什麼著述 會不會仇恨 會不會仇恨 令到很多 2016年 特朗普上台港市 在什麼情況 又或者如果你打到他 選不到他 又或者你選票孤零精怪 特朗普的支持者 又是否這麼順滕 好像四年前 美國何去何從 又或者特朗普如果你判他 不要說入獄 機留在家裡帶著電子腳 甚至會不會暗殺 擔心這些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美國跟我們有什麼事 但是那個大佬 不能幹 就亂了 是吧 就等於 你看當年我們香港 地下跌著 也要有個 吊女落在那裡震撐著 是吧 那個大佬不能幹 這個才是問題 現在是能幹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就是怎樣 我們就是 很關心這件事 就找封水浩 封水浩今天 認真一點 就用八字 看八字 用八字來看一下 我們特朗普 喂 究竟 之前你講的 其實大家講過很多 我們看看八字圖 好了 我們又不懂得解 這個 你怎樣得到他的八字 上網查 有四處 是啊 時辰都對 為什麼會有時辰 他上網查到 又有時辰出生 所有的外國人 我們中國人 是不會被人知道 我老母親說 他們呢 就跟出來 那你有沒有看過 都似是他的名字 似的 似的 好 請講 那這個就是阿親八字 不用出我們了 不用出我們了 這個阿親八字 是 他就是秉率年 隔五日 幾未時 幾至 幾未日 幾至時出生 是 那他現在未到任人大運 大運那一段未是任人的 他過了生日就任人運了 等等等等等等 其實你那些說 你叫我登了一幅圖出來 你去講 你覺得我們懂得看一幅圖嗎 有些人懂得看 我告訴你 有些人就這樣說 說不明白 我現在這樣看 你說在什麼 年齡出世 他是秉率年齡出世 哪裏有寫秉率年齡出世 那裏第一支連署就寫秉率 第一支連署在哪裏 甲臣任人都要去秉率 是的 OK 連署 流年大運 流年大運 連署月署日署時署 是的 OK 這個就是天干 是的 他是秉率年 今年呢 他是秉率年 今年甲臣流年 他就臣率衝的 他被人告的都是正常的 是 因為他怎麼說 臣率相衝 怎麼說都有點動盪的了 他今年又說要重新參選 又被人告 又三百幾條罪 其實這些都是神率衝的現象 是 跟著 他現在仍在走 你們不要看任人 他還未生日 生日之後就過了 就開始轉大運 就走任人了 何時生日 他六月幾號生日 過了六月就轉大運 是 他入了生日六月就轉大運了 就走任人大運了 就走任人大運了 但是你看一下 任人大運 大家懂八字的就看看 不懂的就聽我說 任人大運 你看一下 任人秉率甲午 下面人五率 是不是合到一個火局出來 這個火局就是 等一下 為什麼任人秉率甲午 合到火局 人五率就是合到火局 下面的地支 人五率就是合到火局 人五率為什麼會合到火局 應該說他是天選之人就是這個意思 哦 因為 因為今年的天運是火 現在天運是火 真的合到火 真的配佬了 所以 不會衝那些火同火 不會啊 因為他行火運是應過天運去行的 所以這個火運是利他的 還有 因為 怎麼說呢 都是到一句 他因為真的是天選之人 來的 他今年就算他被人告 都是 都是今年的事 過了今年 他一入任人大運 他這三百多條罪 就自然 自然煙燒雲散的了 因為 人五率這個火局 是 你們如果有 美國立國 美國立國的八字 可以拿出來看 嗯 他和美國立國的八字 是很匹配的 就是一個總統 和一個國家的八字匹配 你想這個就不是天選之人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坎坑呢 為什麼四年前要 就是要 就是 勾了呢 就是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他之前 現在還在行新醜大運 嗯 新醜大運 你們認識的都看 你們不認識的就沒所謂 認識的你們都看 新醜大運 新醜大運 加起來 他自己的八字 是不是見到有醜 有醜 有味啊 那就是醜醜味三型 OK 醜醜味三型 是醜醜味三型 你學八字 然後你說你教我 是啊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就是教你這些 OK 那加上今年夾十年 他還在行新醜大運 那這個就 這個就大話了 所以被人告三百幾條罪 都是正常 但是如果這樣說 一到六月 只不過是很快的 一生日 就直接是 是啊 他一生日就 他一生日過了 他一生日 一生日過了 走 轉了任人大運 他直接破了 他現在這個 這麼壞的格局 因為他現在是四副逢衝的格局 神術醜味四副都齊 他這些就是他四副逢衝 凡是一個人四副逢衝 就什麼天災難禍都來了 OK 這樣說 如果不是他這麼硬正 有沒有看到 很多人在這個環境都頂不順就借 但是他真是很打得那些人 所以他就是 他打得那一刻才誇張 哪裏看他的命格 哪裏看不到他 因為他的命格 根本就跟美國是怎麼說 就是等於李嘉誠等於香港的一條命 他就等於美國的一條命 但是他之前有十年差 但是都做過四副總統 是啊 他四年前是差的 但是他四年前還沒走這個神運 還沒走這個甲神大運 他只不過是醜室第三營 他差都做到總統 是啊 他是差的 但是他還沒走到最差 最差就是連總統都沒得做 即是說他本身的命 看不看到他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是特朗普 你只想看一個這樣的人的八字 你又不知道是什麼職業 你是不是都看到一個非常人 如果這個八字給我看 如果他不是 我不是預先知道那個阿特朗普的八字 我叫他今年一定做人低調些 一定做到整個隱形人一樣 因為神術醜味四副逢中 四副逢中一定動蕩啊 天災橫禍啊 病啊什麼東西都來了 還有他自己的命 因為他現在行的辛丑大運 辛丑大運已經四副逢中 他只要過了這個辛丑大運 他就 過了這個辛丑大運 一度行任人大運 他就 意氣風發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知道是特朗普 你看這個人 是不是已經是非常人的命 看不看得到八字 這個不是普通人的八字 OK 好了 接著 似乎他當選 以現在的形勢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上屆我們都覺得應該是他贏的 他呢 都是繼續去做的 是的 會不會有什麼 我們擔憂的 如果你這樣說 他走到這個 一轉入任神大運 我們擔憂的 會不會被人堵了 我們應該都沒有 他走到大運 不會被人堵了 但我很害怕 他早兩三天說 咬你老鼠 如果 喂 夠敢動 咬你老尾 台灣 北京 他炸那個北京 我是這樣說 這個是他言論 但是 你説如果 如果他走人五出三 他現在 過了三天 一入任人大運 他會不會炸他 我不敢說 但是他會回去 做他自己總統的位 他怎麼對付其他人 是他的事 八字是不會看得出 他怎麼對付其他人 OK OK 但是要不要看完 拜登的八字 他才知道 拜登的八字 不要看 他就什麼了 就什麼 就什麼 什麼時候 但有很多人 我們都說 現在這個拜登是假 是假人 完全是假人 現在說 三金也是假人 三金 是嗎 OK 好了 喂 這個 川普的八字 我們 你有沒有看 美國的立國八字 我有的 OK 我們回來 美國又怎樣 你知道 現在美國這麼兇狠 我們何去何從 之前你都說過 但我們用八字來看 會好些 是 因為如果用八字來看 美國的八字 美國的八字 是 美國的八字 在秉身 他是立下 我算他立過那個八字 立過那個八字 我沒有時辰 我只有年月日 是 我在網上查看 1776年 7月4日 7月4日 譯出來八字 就是秉身年 隔五月 接著就是幾丑日 給你 寫下他 你就對回阿森的八字 他和我 阿森的八字 天竿完全一樣 這些叫 伏淫格 伏淫格 就代表 阿森被人打壓 阿森現在這個叫 打壓 被人打壓的意思 那美國沒有被人打壓的 現在美國不被人 但是他周邊有很多人 很多人想打壓他 但是現在暫時還沒有打壓 但是如果美國來亂 你說的格局一樣 阿森那個政府會不會又亂 如果是怎麼說呢 他們美國兩個兩黨 對自己美國裏面 可能異見分歧 但是他們有個特點 就是對外 永遠都是窗外一致的 所以你說 如果要他們 如果要美國亂 一定要自己亂 而且如果他要自己亂 他要搞很多事情 那會不會亂呢 今年 因為我剛才說一件事 就是你不信我 我不信你 那你就說 會不會亂 這個問題 就是 怎麼說呢 要看他們裏面 有沒有一些 特別八字特別相衝 或者說得事的人 特別八字相衝 這樣 那就看他們有沒有亂 譬如你說共和黨 還有另外一個黨 那兩個華視人 原來八字相衝 那一定會打架 我知道你美國的八字 看不到他 即是這幾年 我看到他 今年繼續都是世界大哥 這幾年都繼續是世界大哥 即是 就算阿森再當選多四年 他都繼續是世界大哥 是的 再多四年之後 二零三幾年之後 他會有一段沉積期 但是沉積期的時候 哪個國家相對 會上我們 行火運的國家 例如南方火地 我們韋大祖國 韋大祖國 韋大祖國是北邊的 難道不是馬來西亞 不會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有四十年大運行 但是他 不是走到那些那麼大的運行 他一格角是做不到世界大哥的格局來的 那南方的火地 我真的想不到有 新加坡嗎 中東 印度 會不會啊 大哥 你不要說 真的有機會 OK 那我是不是要 現在要學性吃咖喱 你又要學性吃咖喱 學性吃咖喱 休息一會 我們再說 回來